《混凝时间》一幅男子的画像 他的创作者是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先生 这也是《混凝时间》第十二次介绍到毕加索先生的作品 画中这个男子是一个街头表演艺术家 他正双手交叉坐在一张椅子上面 这个作品创作于1923年 现在保存在日本东京石桥美术馆 那惠宁是在巴黎的菊原美术馆的临时展览上看到了他 可以说毕加索是一个不断变化艺术手法的探求者 不管是印象派 后印象派 还是野兽派的艺术手法 都被他汲取改为自己的风格 他的才能就在于 他的各种变异风格中 都保持自己粗犷干净的个性 而且在各种手法的使用中 都能达到内部的统一与和谐 下一集《混凝时间》会介绍 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的保罗·赛尚的作品 《混凝时间》把锅巴黎 《混凝时间》把锅巴黎继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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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